皇上驾到 这小畜生这个时候怎么来了 不是上早朝的时辰吗 儿臣参见母后 快快起来 皇上如今朝物繁忙 怎么得空来同寿宫了 儿臣听闻母后最近心气欲解 想来是因为儿臣的事情夜夜担忧 儿臣怎还有心情朝悟 提前下朝来探望母后了 无碍 只是一些老毛病而已 不知皇上手里难的是什么东西 闻着酸酸的 拉人唇舌垂涎 这是洛神糕 闻起来酸酸甜甜的 听说吃了不仅开胃 还有消食补屑的功效 适用泉州那边上供来的玫瑰茄制作儿臣 母后没听说过吧 玫瑰茄 又称之为洛神花 洛神葵 极为好听 制成花茶和糕点 味道更是不错 母后快来尝尝 这可是儿臣特地给母后送来的 太后并不敢吃檀台莲花的食物 皇上自个儿吃吧 哀家刚用过扇 那不是正好 洛神糕有消食的效用 您多少吃点 会舒服很多的 母后 这可是儿臣一番心意 这好吧 那母后尝愉快 说吧 太后给一旁的翠娘递了颜色 翠娘立刻会 翠娘姑姑 你是觉得朕会给母后下毒吗 皇上恕罪 老母不是那的意思 但这乃是规矩 承上来的食物都得先是毒 莫名其妙 母后 你快尝尝呀 酸酸甜甜特好吃 还消暑呢 这洛神糕 当真是好吃的 皇上有心啊 根据元宝传来的消息 以及史册记载的内容来看 我的母后袁慧 在还是太子妃的时候 生下了如今的长公主 遍体之大便 对洛神花过敏 若非当时救治及时 早已混沌相消 那眼前这个太后吃了后一点事都没有 肯定是假的 那我的母后到底去哪了 还活在人世间吗 皇上 你这是怎么发起单了 没什么 儿臣只是想到前段时间的孤独 差点再也见不到母后了 有感而发 皇上已经是异国之君了 不能这么多仇善感的 母后 这洛神糕让翠娘姑姑放在冰块上阵着 会更好吃 儿臣还有事 先回秦政殿了 如今的太后 并非阵的母后 她是假的 既然确定了 那接下来事情就好办许多 皇上 这二位便是金莱宝和金多宝 使他们发现元贼带着数百精兵动身的 同时 他们更是此次功臣 倾城县主的哥哥 那就是裴鱼的小舅自备 啊 对对对 安王朝姓甚有你们 此次元贼的行动 我绝不会任由他得偿 裴将军 靳远侯 二位将士 接下来撒网捞鱼的事 就有劳你们了 皇上不必客气 这本就是我们身为将士的职责 接下来一段时间 来宝和多宝就先跟在皇上身边吧 他们的武力虽然没有黑甲位这么强悍 但论出人意料的计谋 十个元贼军师都比不上多宝一个 近来宝百步穿羊 他两人定能护皇上周前 听凭裴将军安排 安排好部署后 裴思年和裴鱼便伪装好出了功 叔父 我在想 元纯会以什么办法入宫 这还不简单 若太后是假的 那定是贼子元纯身边的人 有一国太后帮助 元纯想要进宫不是易如反掌 您不觉得太浮于表面了吗 太后帮助元纯进宫 勤拿皇上 携天子令诸侯 来宝多宝都想得到的事情 敢于叛国的元纯又怎会想不到 况且按照多宝的消息 元纯之身 带着三百精兵潜入京城 暗上皇上 三百精兵不多 却绝不少 那么多人想靠着一个太后 毫无动静地进入宫尾 不大可能 那有没有可能 假太后从头到尾 都只是一个幌子 元贼根本没打算 从太后这边入手突破 而是打算通过其他途径入宫 元宝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苏雅夫人都不让你出门吗 苏雅姨一带人下山 送老太太的寿宴请帖 正好途经你家门口 我就进来看看 没想到你真的在家 陪大叔 好久不见呀 小丫头 你在京城做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你不仅救了裴鱼 还救了皇上 还能知道太后的秘密 十个厉害苗子 陪大叔 您不要打去我了 我也就是懂些医术 运气好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而已 论厉害 也比不过你呀 哥哥寄回来的家书上说了 你一人大败数千援军的小分队呢 我可太佩服您了 有何 好了 还是先说说重点吧 元宝 你觉得 元淳贼子一行人 会从哪方面入宫 我听苏雅姨说 过两天是宫人选拔的日子 你的意思是 元淳会扮演近身的太监进宫 不可能吧 堂堂一处山头王 怎么可能甘愿做这种没品的事 说不定呢 你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恰巧是最有可能的 再不然 钻狗洞 翻为墙什么的 啥事做不出来 咱们都能从西侧门偷偷进去 他们为啥不成 再说了 小哥哥你不教过我吗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要是元贼夺了江山 哪怕真钻了狗洞 谁又敢乱说他的半句是非 有道理 就这样 听取了元宝的建议 宫里所有狗洞都不数了人手 到时候任意一处发现元贼 立即点燃信号烟花 宝宝 你这两日的心事很多 是在担心朋友吗 若你需要 我可以拆遣御寿族的族人 去帮助他们 不用 我在想今晚会不会下雨呢 放心 回家之前都不会下雨的 过了一会 苏雅神情有点伤感 也不知道 惠姐姐的情况如何了 若真是假太后作祟 伤了我惠姐姐 那我御寿族必将倾尽全力 为惠姐姐报仇 咦 御寿族会掺进政权斗争之中 说不定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但凡朝廷用得到的话 御寿族人不会贪生 好了 这不是你小孩子该顾问的事情 元宝小姐 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小心捣凉了 冷霜姐姐 我在等会儿吧 想必烟花很快就要绽放了 今天又不是什么节日 怎么会有人放烟花 冷霜姐姐 苏雅姨今晚不会起床的 你们照顾好她 元宝早在晚饭的时候 就给苏雅下了自己特制的昏睡伞 至少睡五六个时辰 元宝小姐 您这大半夜要去呢 我去皇宫 元宝小姐的亲宫居然这么厉害 少于十年亲宫的根基都施展不出来 难道元宝小姐是个武器天才 看来元宝小姐半夜出门一试 是我多虑了 元宝进宫不为别的 只是担心培育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花美男 是我元宝 元宝你怎么来了 宫变多危险 你不清楚吗 我清楚 但皇宫里面有你有小蛋黄 我不得不来 那就躲在我身后 奶都不要去 元宝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元宝很想说我在空间里已经学了二十多年武功了 但又不能说 所以直接无视裴鱼 现在局势如何了 反贼元春出现了吗 出现了裴将军带着人在外迎击 想必再要不久 这场叛国之战就会分出结果 放心吧小蛋黄 裴大叔武功高强 又是百姓眼里的战神 区区元贼一定不是裴大叔的对手 这场战争 我们只会胜 不会败 但愿如此 对了 贾太后呢 抓住了吗 我们第一时间 已经去同寿宫控制贾太后了 可是你那日说的没错 贾太后精通易容之术 我们到的时候 她和婢女翠娘已经离开 不知所踪 至于躺在床上的太后 其实是被戴上了人皮面具 换上了皇后拆缓 被打晕的宫女 看来 还得我亲自出马 肉肉 去 帮我找到你以前的主人 小蛋黄 这是哪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儿应该是一处逃生密道 城华殿是历代军王居所 这有一道直通公脉的密道 一旦发生变化 就可以从这儿逃出去 留待新火 那咱们往里面走走看 这么大 我们出去吧 在外面烧柴 再让人把烟雾吹进去 好主意 黑甲卫 准备 甲太后在密道里 没错 元宝应该是猜出 他之所以提前金蝉脱鞘 是为了去城外接引元兵 把他们从密道中带过来 一举身入城华殿 黑甲卫 保护好皇上 等待敌人出来 便将他们全部杀掉 好主意 好主意